Vogue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艾琳佑 魷筒 今天來看看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我今天戴的是這個 Max Mira的超巨大毛毛包 因為我很喜歡毛毛的東西 然後冬天就是非常適合 帶一個大包包到處可以當枕頭 這包包真的非常非常能裝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先從簡單的開始介紹起好了 帽子 因為可能有時候 比較有一個小小的裝飾 女生基本上都會戴一個唇膏吧 耳機 我自己很喜歡出門戴一個底片相機 來記錄我的生活 底面相機比較特別就是因為 它沒有辦法像手機一樣 你馬上看到你自己拍了什麼東西 每過可能兩三個禮拜個月 我會去洗一次底片 然後就可以知道 這個三個禮拜裡我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精油是 我朋友特別幫我調配的 它是可以舒緩你的精神緊張 我個人喜歡薰衣草啊 油加利葉啊 那種大自然的味道 可以一直提醒自己在這個城市裡面 還有一部分的你是跟這個大自然有連結的 這一瓶是尼瑋亞的深層修護乳液 那因為我平常會去滑水啊 長時間會曝曬 我就非常注重身體的保濕這一部分 它的質地呢 就是很水但是很快可以吸收 又不會很油 但是同時又很保濕 然後這個同系列呢 它們也有出尼瑋亞的修護護手霜 這外面其實現在有點難買到 它的質地就會比它的乳液還要再更稠一點 然後現在因為剛好疫情期間 手會常常有一些酒精消毒啊什麼的 所以護手霜真的一定要備好 這個熱水袋 因為我真的真的很怕冷 我就很喜歡出去的時候就抱在懷裡 環保的時代隨身就是要備備一個自己的環保杯 這個是可以折疊式的 就很方便放在包包裡 然後它折疊出來就是平常可以做使用 那這個是我的精神療癒小物質 它叫磨浴爽 我吃磨浴爽的時候我都會一口一口 然後一根一根慢慢的含在嘴巴裡 然後把它味道全部都洗乾之後 再把它吞下去 然後這裡有兩個 其實我身上會帶的小肉泥 它是給寵物狗狗貓貓啊 都可以吃的一個小零食 然後真的如果有一天我在野外迷路的話 我可能也可以把它拿來吃 這一顆是愛心形狀的黑壁錫 黑壁錫它其實有消除濁氣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平常它這個形狀我也會拿來 出來刮殺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錢包的部分 我錢包裡面會放小茶包 每一個茶包上面會有一段精神小語 Lift people up to their potential and higher self 帶領身邊的人發覺他們的潛能 跟更好的自己 最近非常著迷於編織手環 其實編織手環就只是 一直很規律的Pattern去編織一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療癒的一件事情 好最後一樣東西 是我爸爸送我的一個錄音集 你錄的聲音你在聽的時候 你感覺會像回到你的現場 你所在的位置 你比如說今天如果去個大自然 然後有蟲鳴鳥叫啊什麼的 我絕對想要把它記錄下來 Forest Comedy 我完全不敢看公片 T 我對咖啡品超級敏感 喝了一杯咖啡我就 不用睡覺 Earrings Ashley necklace 我覺得項鍊帶著是一種信念的感覺 那耳環就比較屬於一種裝飾 那我會選擇信念大過於裝飾 Cash 我不喜歡讓人家知道我在幹嘛 這真的是非常難的一題選擇 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像一隻貓 可是我很喜歡狗狗是很熱情 然後可以很有活力 Romance I'm sorry Early bird Hand cream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Bye